同样是交通受阻的情况 高雄县部分便桥也因为连日大雨而封闭 那么今天天气好不容易转好 在军方以及工程人员的抢修之下 清发便桥也通了 不过问题是桥下滚滚的黄水继续冲刷便桥的桥墩 使得桥上道路泥泞不堪 开车在上面很容易打滑非常危险 连日大雨大水冲上游冲下来 遇上大雨封桥 刚开放通车的新发便桥 桥墩不断接受滚滚黄水的严厉考验 桥堤水势凶猛 桥上的路泥泞难走 两车交汇时更是危机重重 驾驶人直呼这条便桥大雨后走起来实在好惊险 很不理想 你看这个 都烂泥巴 对对对 汽车开起来摇摇晃晃 骑机车的民众就更危险了 这位急着在发烧孙子看医生的阿嬷 脚根本不敢放到机车踏垫上 就怕一不小心车子就会打滑翻车 没办法啊 小孩子发烧啊 骑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你习惯了啦 习惯了 其实比较慢一点就好 遇大雨变桥就风天气转晴 桥通了走起来却是心惊胆战 当地民众嘴上说已经习惯了 但走在桥下大水冲 桥上涂软却是有打滑危机的变桥上 这一幕幕危险渡桥画面 还是不禁让人替他们捏拔冷汗 明顺这场王健宇高速线报道